你覺得這群人用連署說你要參選 他不懂這個道理 然後他最後一刹那氣保掉嗎 所以這些都是沒有接觸過 所以我在前幾次節目特別說 我列出一個名單出來 你看得出來他叫做藍陣營嗎 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這就是對宋的支持者的不理解 所以我為什麼會常叫那個 並不是這個 所以剛才提到客觀數字 文雄跟一鴻完全不一樣嘛 當選用概率 我只講一個開玩笑的 我跟學生講的概率 我跟學生說15堂課一學期三次點名 點到三次都不來就沒辦法 就三次只有三次 那你倒楣三次都點到三次點名 那就表示你真的每次都不來 然後有一次我就碰到 有一位學生他站在那買樂透 我就好奇地問他 你曉不曉得中獎機率啊 他就說難說呀 哦 難說 機率是2千3百萬分之一 叫難說 那點名他那一次沒來 你知道點名沒來 那你心裡怎麼想 可能這次不會點到我 點名可能5分之一 20%他會想說可能不會點到 因為有80%不會點到 我們以前讀書的事都是這樣想 可能不會 可是那個機率1千萬分之一 難說 你懂我嗎 概率 這是你的心情會影響 概率不是數字 概率是個人的期待加在裡面 得出那個他做跟不做 當選不當選這群選民的想法 不是一鴻講的看概率 你樂透還多 他是自己的想法 但是在未來有很多的議題 到底會影響到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譬如說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大家就講 不分區 當時被罵得臭頭 然後可是那個也過了 阿嘎贏刀某種程度也檢視過了 那現在也很少人在談論這些 接下來呢 剛才費文有講 國民黨不分區 下禮拜三要討論嘛 時期 這個點對國民黨來說 會不會是一場災難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分區這種東西 好像越早提越好 對 就讓時間趕快充斷是不是 就是說 把這個選戰的這個時間 拉成一個眾生來看 就是你所有的不利的 你要把那個利空 先在前端 就先把它出境 對民進黨來說 劈一趴 很早就把它處理掉了 當時大家罵罵罵 罵完了之後 好像最近也沒人家講這件事情 對 所以變數如果越靠近投票日 我會覺得那是更不利的 那當然有人會說 不一定啊 國民黨不分區 你為什麼說他的那個 不分區就一定是在那 可能很美啊 超美的超漂亮的 如果真的很美很漂亮 我覺得不會拖到這麼晚 所以如果漂亮的話 你看超美的 趕快拿出來 能加分不趕快加分 是在耍什麼250對不對 而且不分區其實就是說 你要擺平的勢力真的很多 對於各個政黨來說都一樣 就是你有人馬的問題 你有派系的問題 所以你要同時擺平這麼多 我認為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個派系或是說人馬都要擺平 這一次光看這兩天的新聞 已經是爆炸的一個階段 可是在過程當中 有人一直講 國民黨不分區為什麼一直不出來 當然有名嘴就是說 跟宋的要不要參選 是不是某種程度會有相互的影響性 你覺得會有影響嗎 我不認為會有影響 我覺得光擺平自己 國民黨內的應該就很難了 怎麼會考慮 還會有不分區要換幾席 對 所以我覺得不可能 本來就不可能要給親民黨 任何一點席次 OK 來 劉委 我這麼說 就算連民進黨都要哀痛了一次 那更何況國民黨 真的很痛苦 我說實話 國民黨這次名單提出來 能夠過50分就算100分了 怎麼可能 我們就從今天媒體上看到的 提了這麼多名單 裡面除了張顯耀跟曾經臨 這兩個不提以外 那個是有策略性的 這是媒體自己加的 其他大概都可以和馬英九 或金普通扯上邊 有利嗎 就馬上會被其他人質疑了 然後更可怕的是 名字在裡面的都還好 你像王近平大家都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個不在裡面的 他就有問題了 曾有權了 那是不是 他是不是坐實了 張敏昆就完了 我來報告一下 我們政府院長 確定不當不分區 確定 我知道 在國民黨 我們在一個月以前 一個月以前 中台會通過裡面 國民黨的內規裡面 只針對院長 他可以做兩任的 沒有包括副院長 而且我給你報告 我很確定 他不會去當陸委會 海軍會 我跟你報告 我不是核心 我怎麼會知道呢 但是他確定不當不分區 是確定的 是 是 我現在就說這個問題了 他如果確定在不分區 問題就好解決 就知道他是在卡這個位 那其他的位他不會去爭 他現在不卡這個位 天啦 他每個位都可以卡 那是不是一定有一個人 而且最近被傳最多 就是海基會 那你想 江秉昆好不容易 在北京辦了一場 這個台商會 就是還沒辦完 就像我們蕭副總統一樣 屁股被抽一刀了 完蛋了 但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這個國民家的錯誤 存屬揣測 因為你要提到特別的人 我也必須對替 我的黨來講 一定要這樣講 存屬揣測 至於不分區的名單上 報紙登等等 報紙的記者當然就說 這個聽到這塊電話 他把它報導出來 他不報導出來 人家報導 他不是代表說他沒有權利 我給你報告 我們接受各位 對我們的批評指教 試看我們下禮拜三就知道 再過每個禮拜的時間 沒有批評的意思 我跟你講 胡大修 你講 我現在在講說 像民進黨都會受這麼多的苦 更何況國民黨這麼大的 一個組織 絕對是很痛苦的 就像我簡單提說 在裡面的還好 不在裡面的 天翻地覆 我跟你講 更不要說 地方派系 或是各大佬介紹的名單 我現在是說國民黨痛苦 他們有批評的意思 裡面自己在不分區 為什麼 這一點是重點 下禮拜 親民黨也提不分區了 對 我們也要受檢討 所以國民黨那個根本不是 對你們來講 他不好好不好 也不給你加分 可是你的名單如果相對漂亮 那當然就大加分了 這一點才做 所以你根本不要去管 國民黨 許醫師還沒有提到親民黨 如果提親民黨 就說一套出來 你不要跳嘛 一跳何必 我其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宋淑儀選總統是一定不會當選的 你不會當選的 但是宋淑儀如果不選 來衝他的區域的話 是比他選總統有利的 其實我誰敢跟他 楊老師 你不要想太多了 就好像我們在想說 那個蔡黃郎 在那邊敲桌子罵半天 那叫鱷魚的眼淚嘛 你還把他當真 劉毅宏現在講了半天 都搶反話嘛 你不要再跟他吵了啦 我們時間到了 不要再吵了啦 走了啦 沒有 我跟他講每句話都很認真 對 可是我必須講 不管是藍營或是菊雲 因為大家現在三強底力 都要碰到同樣的狀況嘛 我講三國演藝是最好看的 三強頂利的問題 兩大一小 兩大一小哪有三強頂利 什麼頂 頂沒有頂 你搶我的話可以 不要搶主持人的話嘛 你搶主持人的話很小 你同意 兩強一小好不好 那可是你們現在都要碰到 你看小英最近的氣勢 費文雖然你剛剛也講說 對 當然也有一些行政部門 你甚或用到 有沒有人是二百五 或什麼這些 可是你看小英 你看還剩六十幾天 三隻小豬接下來 你還會有什麼 要到凱達格蘭大道 要把那三隻小豬 擺成箭頭形 直對總統府 很多這一類 你現在還感覺不出來 那個三隻小豬的氣勢 有往下走 雖然馬中有推平安符或什麼 但你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落差 好像就沒有那麼熱鬧的感覺 對 你們未來怎麼樣去看待這些 因為有很多時候一個火種開始 因為這個三隻小豬也是剛 其實我們從昨天開始 每次講到這個來賓 都都是天上掉下來的 未來這個火種一路往下燒 搞不好那個排成那個箭頭 它就真的變一把後翼之箭 就射到太陽了 我承認這個確實從民調裡面 也可以展現出一些事實 對 你們藍局都要碰到這個問題 我們確實目前這兩個禮拜 像同民調看出來 對我們相對的是比較弱一點 小一那邊比較強一點 我們這也就這個選戰 選戰我覺得民主可畏就在這 當人家強的時候 你要贏過他 你就必須要比他還要強 所以我們國民黨裡面 我們自己好好建設 我身為我自己也是參選人之一 我們當然要裝精自強 我對你的這種看法 我完全同意 對 因為接下來你知道 時起 當你看到國民黨 就接下來推出了 就是環保啊 那個小豬 等到豬公殺了以後 都是塑膠啊 你會覺得這樣一個議題 環保當然重要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為什麼在這個節骨眼 這個環保議題變得這麼重要 就是說最近我覺得 對於國民黨來說 的確是看起來 招數比較欠缺一點 比較匱乏一點 所以趙立宇委員 講了那個話 感覺上是有一點酸 好像有一點眼紅 我們說小豬創造出來 那個人潮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因為還有六十幾天 你很難知道說 接下來國民黨 會不會有其他的 很棒的招數 他也可以帶動一股 新的風潮的 他現在平安府可能 舊了 或者是沒有故事性 所以他沒有辦法 創造出一個很大的氣勢 但你不知道 他接下來會不會有 說不定國民黨有啊 而且國民黨 接下來還有很多活動 譬如說跨年的時候 他們國民黨的確是有活動的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會覺得啦 親民黨一直希望 從藍綠這邊都拉舞 你從藍綠這邊拉舞 就代表藍跟綠都得調舞 當然 但是現在看起來 民調是藍綠之間的 撐在那邊 撐不太撐在那邊 而且是有一點在互相流動 中間的人在馬跟菜中間流 就沒有流到送 什麼流都流不到送 所以我還是覺得很 就是送如果真的很希望要拿到 別人的藍綠各5%的話 要想梗啊 這樣民進黨有個梗 小豬的梗 小豬的梗 可以讓市起來 市會影響什麼 可能會影響西瓜 當然 國民黨現在接下來 可能也要想說 怎麼樣造那個市 宋楚瑜更需要 你不要講內容 就你所知道 親民黨真的有這樣的一個 晴天洞地的梗或是什麼樣東西 特別的造勢的方法 對 能夠吸引 也沒有啦 我也不太像梗 都沒有 其實我這麼說 如果說要用大型造勢這個 目前 不見得是造勢 對 我知道 那好的議題 說實在一直在思考 OK 那目前想到的就是說 那做一個方法 除了說我們用這個 苦行政的方式 到每個地區去放火 那當然也會透過媒體 另外還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必須把他所有事情 說清楚 包括他的政見 包括他的核心的價值是什麼 今天你說黃金 十年政綱跟黃金十年 大家完全沒有印象 為什麼叫沒有印象 我說沒有印象 不是他寫得不好 而是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說 我這個東西可以帶來未來是什麼 那如果宋憲能夠說得很清楚 可是宋憲連這個東西都沒有啊 因為我還沒有登記參選 其實他們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假如李劍蘭講得沒錯的話 手上握有馬英九 他每次都這樣講 馬英九自立四面的武器的話 把馬英九打下去的話 就是氣馬保送 除了這一招以外 你相信有這個嗎 當然沒有啊 有都黑骨尾輪的掃啦 有東西打出來了 我們這樣講 這樣講 其實有沒有先不說啦 我們就舉民進黨為例啦 民進黨掌握了馬英九的女兒的防射的問題 他有沒有打 這是策略的問題嘛 他在走的選舉的調性是那樣的調性 他就不走負面選舉 親民黨也在走負面選舉嘛 你負面會不會傷到自己 對不對 對 就打那個農舍 事實上誰傷得比較多 看樣子國民黨傷得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是負面選舉 在這次選舉裡面 大概不會被採用 OK 好 你們竟然還不負面 把人家罵成那個樣子還不負面 所以不是 黑軍會騰啊 那什麼馬辦就是台辦啊 那是他做得不好 波斯貓啊 結果還不負面 那是他做得不好 OK 他事實就事實 勝於雄辯嘛 好不好 那未來這場選戰 那各自的陣營裡面會有什麼 當然最重要一點 都是要取得民眾的心 那要讓你覺得這個人是好人 能夠帶領台灣未來走向一片光明的人 那到底會是誰 最後我們大家還有六十幾天可以來檢驗 今天現場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謝謝觀眾您的收看 接下來請鎖定新聞追追追 時封民展開